雲端更新資料 也可以按按鈕更新 或者是說 當我開啟這個檔案的時候 比如說我今天把那個檔案 開起來的時候 他就自動把舊的刪掉 自動去雲端漏最新的 自動 也就是說 這個好處是說假如說你這個Excel的檔案是給客戶端 或者給其他的使用者端 然後你要確保每一次update都是最新的data的話 就你自己提供一個雲端的地方讓他去 當 啟動的時候 自動幫你去呼叫 更新的這個程序 所以好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來看 首先的話你想說那事件要放在哪裡 所謂的事件就是說 我要能夠怎麼樣呢 當我啟動的時候 要能夠去 去呼叫那個去更新對不對 特別自由 所以第一個 如果假如你希望呢 當我這一個工作部怎麼樣 啟動的時候 順便去更新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直接在 我們的 就是 VBA的project 底下 找一下list workbook 那這個list workbook預設值 怎麼樣 預設裡面 它是 預設 我看 你只要把它打開 再點兩下 它就會有一個什麼 點一下workbook 就會自動跳出一個什麼 這個事件 叫做open 當然 你不見得是 不預設 最常用到的事件 就是open 那這個open的時候呢 你順便可以 call一個什麼呢 call雲端更新資料 不過這個call雲端 雲端更新資料 這個程序呢 你必須要寫在哪裡呢 寫在模組裡面 是要可以被找得到的 那它就會去更新的 所以寫在這個地方 第一個 就是當 我這個excel 被打開的時候 那就呼叫 可是呢 要怎麼樣去寫這個 雲端更新資料 這個動作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實際上我按 shift加f2 他會自己幫我怎樣 去開啟 因為可能我不知道放模組哪裡 其實按shift加f2 也會自動跳出到這邊來 那這個程序的話 我們大概看一下 首先的話 這裡面 其實是用到一個叫 query table query table 的 這一個 這個東西 幫我們怎樣 去 從網路上抓 可是你會想說 老師那這個東西 這麼一串呢 這麼多 那我怎麼寫得出來呢 實際上 通通不是寫的 是用錄字句集就ok了 那怎麼做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地方呢 暗部就幫我們來看一下 那裡面的話呢 大概就是 這個刪除 列 刪除欄 然後 自動調整欄寬 油標放在 A1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這邊把它關掉一下 所以等一下會產生一個叫 雲端更新資料的一個按鈕 我先把它不要儲存 好回到 原本都沒有的狀態 對不對 那首先的話呢 我要怎麼樣去雲端更新 那現在雲端的雲端存不存在 不存在嘛 所以怎麼辦 第一個 請你把資料放在雲端 提供讓人家去update 那可是問題來了 你的資料 以前可能會放在什麼 你的server 上面的database 那可是如果你要去存取的話 哇 麻煩了 你可能還要再學一個PHP 或者可能現在可能 我看現在好像越流行什麼ASP 大內置了 不過等你學好 我看你可能也 頭暈了 不是好方法 可能第二個 可能用什麼 XML 可是也不是好方法 CSV 好像又更麻煩 所以 有沒有簡便一點的 有 所以第一個 請你把這個檔 另存新檔 假如說呢 我今天把這個檔先放在桌面上好了 然後呢 我把它先存成啟動聚集活躍 這個 我先把它存兩個檔好了 一個是 放桌面上 啟動聚集活躍 因為我們剛剛有寫一個東西 那再來的話呢 先 有聚集的 另外如果我要傳到那個雲端上面的話 它因為目前不支援那個 有聚集的那一個 所以你必須 先存好之後 另存一下 把這個 再另存一個什麼 活躍部 也就是說 在Google視算表裡面 它不支援這個 所以你把它 另存再存一個 那因為 我如果 剛剛如果直接存這個 那你的聚集就不見了 所以要存在桌面 儲存 然後他問你說是不是 OK 這個 這個就先把它關掉 所以我們要另存兩個檔 兩個檔 主要是那個 Excel的那個檔 因為等一下我要傳上去的那個是Excel的檔 沒關係把它關掉 它可能還在存 那存完之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它會在桌面上 這個存在就好了 那剛剛那個那個的話 我因為 或者我們乾脆直接就把那個 我們的範例檔這個傳上去也可以 範例這邊這個也是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Excel檔 記得不要傳這個 這個已經有 OK 傳這個好了 那怎麼傳上去 首先第1個 我傳這個好了 第1個請你登入到你的那個 Google帳號 應該都有那個 應該有在用這個吧 第2個的話就到什麼 你得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 OK 其實這個非常好用 而且穩定性暫時也沒有問題 另外的話 我覺得它還蠻便宜的 因為我最 我其實很久以前 我大概用他們的東西 至少用了幾年 至少用了 10年 應該快10年 等於它剛出來 我就有用了 所以呢 我也